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杀虫机的 这个真的是为新手而设计的 今天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 大家好,我是佛沙阿花匠 前两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款不错的杀虫药 就是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很多朋友买了之后 就问我这个东西怎么用 其实这个东西的使用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是自从拿到了这个东西之后 其他的杀虫机我基本上都停了下来 为啥?因为这个的使用太方便了 绝对是新手养花必备的东西 当然专业的人士也在用这个 因为这个拿来养花 虫子全部都跟你说拜拜了 我在家用了之后 现在虫子基本上看不见了 连那些会飞的虫子都慢慢开始消失了 百香果我们都知道 它最怕什么果蝇、针锋、小黑飞、技马 这些虫子是不是啊?但是呢 现在也没有了 因为只要那个虫子啃咬 咬你家的植物 只要它咬 它们就会死掉 为啥?因为这个药呢 可以在植物的内部 存60天的时间 这60天时间之内呢 它的血液都是有毒的 然后虫子一咬一吸 就跟你说拜拜了 那我们想一下 虫子在里面 到底它想干嘛? 它就是为了咬你家植物 现在咬一口都不敢 啥虫子都跟你说拜拜了 那你还担心啥呢?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 我们这个东西使用呢 要根据您家的植物的状态而使用 虽然它有三种的使用方法 但是它的保护期有60天 所以一般情况呢 那些开花结果的 尤其正在挂果的植物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使用的哈 但是像这样的百香果 它在这里呢 待了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两个月左右呢 它在近一段时间之内 也不会进行开花结果 起码60天以内呢 它不开花结果是不是啊 那么这种小苗呢 我们最适合就是把这种瓶子打开 取出里面的药丸 然后呢 然后讲还有啥事 然后就是在您靠近它的 植物的一个勺子左右的位置 一个勺子就可以了哈 啊 靠近一个勺子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挖上一个洞 那个洞的深度大概是两到三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呢 您可以把整颗的药丸 塞到洞里面 可以 如果你实在是担心这个药效不行呢 那么您就把这个 这个药给领开 领开之后呢 就把它撒到这个洞里面 连这个药丸的皮也丢进去 最后呢 把这个土盖上 完事啦 平时浇水的时候呢 它自然会渗透到土壤的所有的位置 那么这个小苗子呢 我们就不担心它有虫子咬了 我们养苗子的时候是不是最怕这个事情 但是 现在虫子都不敢咬它 它有毒 所以最终呢 您的植物呢 就可以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之下 快速的成长起来 除了刚才看到的小苗子 像这个家宝果 它已经两岁半了 马上就三岁了 三岁以后呢 它会进入花期以及果期 但是现在起码短时间之内 它不开花不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同样也可以取出一颗这样的药丸 然后在它的土里面 挖上一个洞 把它直接埋上去 因为这个树呢 比较长时间之内呢 都不会有虫子咬 比如加把果 比虫子咬的几率比较少 所以一般情况呢 像这种情况呢 我是直接不把这个药丸打开 直接埋到它的附近 这个呢 由于它树林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可以埋得稍微的 离那个根系近一点 不需要那么远了 因为小苗子才需要那么远 但是像这么大的一个树呢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所以直接埋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挖的深度也是两到三岁 埋进去 不用理它了 这样子的起码保护它六个 那个六十天的时间 第三呢 就是这种开花的植物 这个是那个甲梁窍 隔壁那个是那个蓝雪花 都是开花的植物 比如很多朋友喜欢养的月季 就是这样子的 月季呢 就只开花 反正它不会吃到肚子里面 所以像这种植物呢 同样如此 直接挖个洞 把这个药丸买进去就可以了 您家的植物就不担心有虫子 啥虫子都得死 这颗虫 那个 红蜘蛛 芽虫 包括地里面的地老虎 反正只要咬它 虫子都得死 五种呢 就是这种小花盆的植物 这种小花盆的植物呢 一整粒丢 丢进去 成本有点高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稀释 把它打开之后呢 取来一个杯子 往里面加入清水 然后把这个药丸给塞进去 打开盖子 把这药丸全部溶解 连这个皮也丢进去 让它彻底的溶化 稍微的搅拌一下 让它全部溶解 这个水肯定不够啊 还要加点水的啊 大家不要这么高浓度上去 这样太浪费钱了 全部溶解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啊 交到这个土壤里面 可以稍微的离那个根系近一点 因为毕竟量不大 稀释了之后呢 它药效会减半 但是呢 对于这种苗子来说 花盆又小 苗子又小的话 这样子刚刚好 这样子一弄呢 十盆八盆 几十盆花都搞定了 什么是食物适合这样子搞 第一 进段时间六十天之内 不开花 不结果的植物 开花呢 不是拿来吃的植物 第二 在这个苗期的时候 可以使用 第三 就是状态 正在旺长期的植物 可以用 反正就是 进段时间 不开花 不结果的植物 就可以使用了 那什么植物不能用 什么植物是不能用 比如最近正在结果的 无论是刚刚开始开花 还是已经结果的植物 只要这个植物呢 六十天之内 会成熟的 会采摘的 我们都不可以使用这个药 比如番茄 还有最近正在成长起来的土豆 还有呢 就是很多进段时间开花结果 果期 夸期比较短的植物呢 你看这个番茄上面呢 就有这个前叶营 有前叶营 正常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打掉 用这个药 但是呢 不能这样搞 毕竟呢 它这个果子正在成熟 短时间会被采摘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用 除了番茄之外 还有什么植物最新不能用呢 辣椒 辣椒不能用 它现在正在挂火 而且持续性的开花结果 另外呢 还有草莓 草莓呢 从去年的十一月份呢 到现在一直在开花结果 也不能用 蓝莓现在也在开花 到它我们采摘呢 也就五六十天 这个时候也不能用 那什么植物最适合用呢 像我家里 百香果呢 柠檬呢 无花果啊 还有那个火龙果啊 还有很多的植物都可用 还有一些观赏性的植物 开花的植物 月季啊 蓝雪花啊 甲梁鞘啊 这些开花的植物 卢柜 都可以用 反正呢 只要不是 近段时间采摘的植物 都可以 放心的使用 那如果家里的植物出现大量的虫害 比如辣椒上面有大量虫害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刚才那个水啊 稀释之后 把浓度降低 直接喷到叶片上面 也可以 它这样的 那个保护的时间呢 就没有那么长 就基本上是二三十天 十天左右 但是呢 它就可以把您家那些 已经爆发 爆发了严重虫害的虫子 给干掉 直接把它 把药喷到了虫子上面 红蜘蛛 牙虫 这段时间不是开始爆发 包括你刚才看药 番茄上面的浅叶营 喷一下 搞定 直接搞定 因为把药 直接喷到它身上嘛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我都说呢 这个药是专为新手而设计的 让新手养花 以后就不再害怕虫子的问题 是不是很厉害 如果你还有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佛沙画像 感谢大家 拜拜